我們繼續要來追的就是高端的爭議了 好 現在大家就在懷疑了 就在問了 難道敗選之後才敢動刀嗎 怎麼回事呢 因為檢調到昨天才繽紛16路來查 高端可能涉及到的是內線交易 不過這樣的事情 其實我們好像已經聽很久了 從2020年的2月到2021年的7月 就已經公告利多 跟利空的重大訊息就被懷疑 可能是有內線交易的部分 那麼高端的股價呢 從2020年的10月26號最低是83元 漲到2021年的5月17號 最高417元 後來在2021年的6月的時候 就傳出說 菲律賓好像有意想要購買高端疫苗 所以股價當時又升到了283元 但是後來菲律賓否認 所以這股價又往下跌 跌到260元 好 現在檢調就懷了 會不會是高端內部的人 涉嫌走漏消息 供他們的親友來買賣股票呢 所以現在要動手查 約談的是高端的母公司 基亞董事長 張士忠18個人來倒案 那麼全案分的是兩個部分 第一個是高端內線 可能涉及的是內線交易 還有基亞非常規交易 兩大部分來著手偵辦 有可能是掏空上億的資金來偵辦 那麼凌晨的時候 基亞的動作 張士忠抵達了事件 另外她的包妹跟黃姓媚訓呢 目前的最近狀況是以50萬元來交保 好 不過整個審理案件怎麼 我們從2020年當時就有這樣的消息出來了 可是一直拖到現在 2022年都要結束了才大動作的偵辦 到底是為什麼呢 好 藍營的立委 曾明宗他就說了 金管會已經9次移送了這個資料給檢調 現在開始來搜索 檢調現在要說的 應該是為什麼這一年半來都沒動作 直到選舉選完才有動作 這當中難道是有政治力來介入嗎 好 網友的看法是說什麼呢 網友就狂酸說 啊 現在法務體系是突然復活了嗎 好 韭菜都已經割完了 所以呢 高端根本沒有用了 好 選前不查是笑死人嗎 您覺得這跟政治力有關係嗎 有的話幫我加1 沒有的話幫我加2好嗎 好 時事評論員黃陽明也說了 去年10月的時候 貴買中心的董事長陳永成 他就證實了高端的股票 從2020年的11月以來 交易異常的狀況 已經有5次是移送到檢調來處理了 不過到今年的10月 已經被移送了9次 好 果然是敗選了很多事情 現在大家看風向已經改變了 試檢現在偵辦的是高端跟基亞 涉及內線交易一案 29號晚間傳喚的是基亞的董事長張士忠 18個人到案說明 經過試檢的漏葉偵辦 張士忠是以30萬元交保 不過面對記者的訊問 他是很低調的 他說近代司法調查 隨後就坐車禮看 內線交易的基亞董作張士忠 在早上6點多以30萬元交保 離開市林地檢署 市林地檢署偵辦高端公司 基亞公司股票涉嫌內線交易 非常規交易案 29號晚間傳喚基亞生物科技 董事長張士忠等18人到案說明 有沒有內線交易 有嗎 讓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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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12人獲得五保請回四人交保 董事長張士忠及前財務長 則是被移送市林地檢署覆訊 最後前財務長以10萬元交保 張士忠以30萬元交保 監調追查 高端從2020年2月 到2021年7月間陸續公告 利多及利空的重大訊息 疑似有內線交易情形 經過專案小組長期過濾投資人資料 並透過資金清查等偵辦作為 發現有內部人涉嫌泄漏消息 給親朋好友購買高端股票 至於詳細股票交易細節 以及涉案人員都還需要 進一步調查釐清 好 剛剛看到很多聊天室的朋友們 包括了Roger 還有Kelvin 跟徐 還有新北的葉小姐 還有這個知雲簡跟吳宗鴻都說呢 嘉儀可能是懷疑是有 政治力的涉入 不過今天蘇葵就被問到 這一件事情 早上他出席感恩查會的時候表示說 有關高端疫苗的整個調查 是要尊重司法 而談到說外界現在呼籲說 內閣改組應該要團進團出 才可以讓民眾有感 蘇葵他是四兩坡千金 他表示說自己是不會 戀戰行政院長的職務 但是呢 院長的任免與否 其實是蔡總統的職權 高端疫苗是經由專家科學數據檢驗會議通過 才使用施打 施打後我們從整體大數據分析 也看到高端疫苗 確實對於受感染者 沒有轉為中中症或者死亡 有效果 而且不輸國外的疫苗 至於公司或個人任何違法的行為 我們尊重檢調獨立辦案 關於選舉提名和選物 不是行政院的工作 但是作為行政團隊的一分子 選舉慘敗 應該負起相關責任 行政工作沒有做好做得不夠的地方 我們一直以來深切檢討 痛切改正 我們應該怎麼樣子把它做到更好 符合民眾的期待 對於行政院長的職務 我深知這是一個重擔 從來不戀戰 但是我也不會去回應 無端的批評 作為行政院長 護國為民 是我的責任 至於行政院長的任免 是總統的職權 高端現在被檢交搜索查出 可能涉及內線交易案 經過立委多次檢舉 經檢舉九度移送 好事件終於是在昨天 兵分十六路來大動作搜索 北市長蔣萬安現在對此表示 希望相關單位勿網勿縱 另外蔣萬安也宣布說 明年開始會重新恢復發放 重陽禁老金一千五百元 不過前北市長柯文哲 他很感嘆說過 雖然不意外 但是有些失望 他更質疑說這些錢 到底要從哪裡來呢 對此蔣萬安就表示說 絕對會依照預算跟法規 來辦理 因為這是市民共同期待 不斷的提醒檢驗 然後為民眾把關 那我想接下來 其實全國民眾都在 關注這個事情 我相信希望相關單位 勿網勿縱 然後很清楚的跟全國民眾 有一個清楚的交代 目前元旦還會再去總統府來申請嗎 因為先前是說 你沒收到邀請 我們已經收到了邀請 所以元旦申請我會參加 台北市議會已經通過了 發放重陽禁老金的自治條例 我們絕對會依預算法規來辦理 那您怎麼看他多失望 我想這是市民共同期待 而且我們對於長輩的照顧 絕對是最重要的責任 禁老金裁員的問題 也如此以來明年四月市府 就要送追加就算1億7千萬元 市長有把握送得出來 我們昨天也已經 責成社會局 來朝向明年就發放 1500元禁老金的方向來 辦好來整體的規劃 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期待能夠 落實當時的競選爭線 持續來追的這個案件 這是新北社兩歲男童恩恩 他因為確診不幸離世 恩恩爸想要追的是 這81分鐘的真相 但是新北市府是沒有給出 完整的資料 經過監察院立案調查之後 27號正式跟衛福部 還有新北市府來提出糾正 並且在公佈了六大疏失 但是恩恩爸爸 他看完了裡頭的這些內容 他覺得很傻眼 他認為說其實是沒有人 想要獵巫基層的原警跟警消 還有防疫人員 他只希望還原真相 旺旺水神抗菌液 他在整個的霧化器裡面 就持續的噴霧清潮 非常安全也不會傷身 你直接接觸你的肌膚 也都沒有問題 沒有疑慮的 可以上快點購 還有這邊有蠟氣的推薦代碼 CTI567 CTI我蠟氣 可以享有折扣優惠 請大家好好把握囉